大家好,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播籃球快訊 本週四,8月1日,下午5時 2024奧運女子籃球分組賽C組的賽事將會繼續進行 到時將會由亞洲的勁女日本對陣德國 日本在首場賽事對陣美國輸波而回 大家預料中時 反觀,德國在首場賽事就輕鬆取勝 此消比賽之下,今將不妨看好德國女籃延續勝職 日本女子籃球在小組分組賽第一場輸波也是意料中時 畢竟對陣那隊是美國隊 相信目前在世界女子的籃坦也很難有球隊可以動搖美國的籃坦地位 但需要指出的是,日本在上一場對陣美國時 在防守端表現得非常差 尤其不擅長防守對方的快速轉換攻防 另外,日本女子籃球在身形方面也成為了他們的一大弱點 和美國女籃交手時在禁區失超過60分 再加上,日本在上將對陣美國時在進攻方面同樣不理想 全場74射28中,命進率只有可憐的38% 由於整體表現不佳 就算日本隊內的高田真希斬莫24分也無濟於是 日本更加在上將未曾領先過任何得分 反而一度遭到落後32分的劣勢 經歷上將慘敗的日本士氣必定受到打擊 今次想要擊敗德國也並非易事 德國女子籃球在上將擊敗實力強勁的比利時女子籃球 令人刮目相看 球隊射球的穩定性 全場53射28中 射籃命中率高達55% 其中三分球的命中率更加高達5成以上 在上將對陣比利時的比賽中 效力UWNBA自由人隊的Anyara Sabali 和Frida Brunner兩位主將 以及其他五名球員都得分得到雙位數字 足以見到德國女籃在今屆奧運會 可以多點開花的進攻優勢所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德國在對於限制對手的外線得分都頗有心得 在上一將對陣比利時女籃的時候 德國令到比利時的三分命中率在三成以下 眾相所述 攻防兩端表現更佳的德國 當然這將一定會在日本女籃身上乘勝追擊 對手的所支持 比利時的賬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